據悉 每年達嘉年華舉辦之一 兩萬瓶汽水不翼而非 一四杯愜 號稱屠山第一吃貨的白月初 或成為最大嫌疑人 這是人性的扭曲 還是道德的淪喪 呃 雅雅姐 不要這麼衝動啊 白月初 你偷走的汽水中 可能隱藏著快樂之源的秘密哦 並不是我偷的 我覺得應該是我老爸啊 哦 可是 就是你老爸舉報你的喲 哎 她真是血口噴人啊 像我這樣的英俊美少年 怎麼可能會做這種偷偷摸摸的事情啊 嗯 嗯 倒是哥哥很誠實的 姐姐 真的 我不喜歡喝 我不喜歡喝 我是這麼禁不住誘惑的人嗎 快 動 小水花 拿著起手 快跑 糟了 我的美人打 快 快 快 打開皮卡 不愧是道士哥哥 其實處於生死關頭 也要優先品嘗到美味 大雪哥哥 小妹 雪红之 每年打 哦 这 这种快乐的感觉是怎么回事啊 姐姐 快乐之源 原来 是这样的呀 五百年前解开快乐之源封印的人 正是东方玉初 大雪哥哥 我现在好快乐好快乐 感觉自己一定可以成为一个厉害的狐腰 原来虚空之类还有这种用法 走 丢失的汽水一定要全找回来 哎 嗯 怎么 我的脸出现在了 屏幕上呢 嘿嘿嘿嘿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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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